財運永遠是第一名啦 那財運第二名就是健康 第三名很奇怪喔 就是要增加貴人運 所以就會發現現代人不知道是 可能太過度使用電腦了 所以在人的溝通上面 或是人際關係的維繫上面 好像很容易遇到一些瓶頸 遇到瓶頸呢 因為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有些人的個性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會先檢討自己 會先反省自己 是不是哪裡哪些地方話講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說可能在這個做人處事上面 也許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周到 不是那麼的圓滑 先想想自己 我是李行 很多同學會在意說 有沒有這個貴人運 其實貴人運另外一個面向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人際關係上面要多多去留意 特別是進入2024年 哪些生肖在人際關係上面 可能會容易有一些溝通上面的問題 那問題的點出現在哪邊 那我們要怎麼樣透過一些很自然的方法 盡可能不要讓矛盾放大 好的 那我們從這個生肖開始切入 有的同學不用覺得說 我怎麼會上榜 我明年不是這個小人很多 沒有啦不會啦 你只要提醒 你只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注意先從自身開始做起 自身做了之後 你願意付出了 你願意去做一些改變了 你再去做其他一些什麼 開運啊 風水啊 這個才有用喔 你不要想說我自己都是對的 然後呢 你一直走歪走歪走歪 你自己態度不變 你自己溝通方式不變 然後呢 一直不願意採納別人的意見 那你做再多的風水都沒有用喔 提醒大家 第一個生肖呢 那明年會容易有人際這個問題 是屬老鼠的同學 來這個老鼠的同學啊 沒有錯 之前有講過 老鼠明年有三核啊 那三核照理來說 它是能夠增加人際關係的一個貴人心 對不對 那怎麼會明年還會有這個人際的問題呢 老鼠比較特別 老鼠比較明年人際的問題 會針對在女性上面 比方說你可能跟你的媽媽 那如果說你是男性同學的話 你跟你的太太 那如果你的工作場合裡面有很多很多女生的 那你跟這個女性的同事啦 或者說跟女性的長官啦 那容易就會有一些溝通上面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喔 往往會導致就是說雙方不慌而散 或者是說呢 你可能在溝通這個兩三句 你這個火星 就開始上來了 那這個上來呢 那可是 通常到最後很容易 都不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我們常說什麼 吵架 或者是說爭執 在我看起來它是一個 一種比較激烈的溝通方式 那有些夫妻就是 三天一小草 五天一大草啊 可是還是繼續這樣走下去啊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要透過比較激烈的這種溝通方式 才能夠把對方心裡的話給激發出來 我才知道你心裡面的想法是什麼 這種夫妻有沒有 有 那屬老鼠同學你要注意 你明年齁 呵呵呵 你就容易跟別人 會用這種比較激烈的溝通方式 特別是針對女性喔 好 那這樣子應該要怎麼樣去避免 或者怎麼樣來解決 首先第一個 屬老鼠的同學 你要先提醒自己 明年在溝通的時候 不要過於激動 不要過於想說我要掌握全局 也不要這麼覺得就是說 反正我站出來講話 你們都要聽我的 姿態你不用低頭 但是姿態不要這麼硬 好,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 我好像跟某一位女性 我怎麼溝通 感覺好像她就是找我麻煩 或者說就感覺好像她就是硬邦邦的 沒有辦法就是雙方有共識 那建議你啊 建議你運用另外一種方式 剛剛不是有提醒嗎 屬老鼠的明年有三核加持 對不對 所以你溝通不了 你就請旁邊的人去幫你溝通嘛 比方說跟一個A女 那你在工作上 你必須要經過她的一些同意 或者是你可能在進行某個流程的時候 你就是必須要經過她簽名蓋章 可是很奇怪 她就是感覺就是你遞交的東西 她就覺得有問題 那這怎麼辦呢? 你請B男吧 或者你請C女吧 你轉個彎請別人去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那不要有一種很封建的思想 或者說別人幫我去解決問題 那這功能不就變成別人的嗎? 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不繞一個彎 這件事情永遠都做不成 那做不成是誰的責任? 你的責任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要把眼光放遠 重點是什麼? 我事情要完成 我事情要很圓滿的去達成 這個才是最終的目標嘛 好吧 提醒鼠老鼠的同學 那另外呢 那如果說這些你都可以做了 那還希望再多增加一些 不管是說開運的小方法 讓自己我們講說跟女性的朋友之間 女性的同事之間 不要有這種不必要的這個紛爭的話 我建議鼠老鼠的同學 你們明年把你手機桌面改成牛的圖案 改成牛的圖案 對沒錯就是牛 那這個牛不限定任何一種形式 你知道什麼 華爾街那個牛啊 西班牙的鬥牛啊 或者是農場的乳牛啊 對不對 之類的都可以 你只要看得出來是一隻牛就好 你不要看牛 把牛看成羊這樣就沒問題了啦 好那這是第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方式 第二個呢 那就是會建議囉 建議我們可以在中工啊 你可以適當適量的用一些紅色的 這個裝飾品 植物盆栽或者是裝飾品 藉由這個紅或者是紫 我們把明年中工的是非味 盡可能的去宣洩掉 第二個生肖 很巧 就是什麼 就是屬牛的同學 屬牛明年在人際上面 好的一點是什麼 因為有一顆福星 對 它就叫福星 它的名字就叫福星 福星就在屬牛的這個 降臨在屬牛的這個同學的這個身上 那照理來說 福星啊它是屬於比較這種 逢凶化集 但這個逢凶化集 比較會針對就是說 我出現了一些很重大的事情 比方說可能有官司的問題 那有官司的問題 那就會有好的律師來幫我解決 或是有朋友幫我介紹好的律師之類的 好 但是啊就是屬牛的同學也要注意 明年容易會有一些就是 情感上面的糾紛 那這個情感呢 有些人會把它聚焦在 男女之間婚姻感情 但是我個人認為它是屬於比較就是 你現有的這種人的關係 比方說你的親子關係 你的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情關係 或者是你夫妻的關係 又或者是合夥的關係 也就是這個關係你在2023年 你已經形成了 你已經形成 或是你本來天生就有的 更是容易會因為明年2024年 那你容易在溝通上面 如果出現問題 或是說某些觀念上面 或是所謂價值觀不同 然後造成彼此啊 容易會有一些爭執 那甚至原本好的關係 變成不好了 那所以這個狀態 就有點破壞原本的 這個情感的聯繫 好 那這個時候應該要怎麼樣去解決 首先第一個啦 也是我再次強調 我們在看對任何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要這麼快這麼直接的 就直接斷定是對方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要先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先想什麼 先想想自己 自己呢 是不是真的在某一方面 在觀念上面 是自己太過於堅持了 特別是屬牛的同學注意喔 因為你在明年喔 你只要處理到人的事情 你發現你跟人溝通的時候 很容易會鑽牛腳尖 那這個鑽牛腳尖 不見得是錯 但是這個你的堅持會導致說 你在這個既有的人際關係上面 被破壞掉了 舉例舉例 比方說你對於你自己的這個工作上面 假設你原本覺得 我這份工作或者我這個任務 我應該要朝A方向來進行 你自始至終你就只是堅持這個A方向 也許別人想要跟你溝通 或者別人覺得說已經看到問題了 但是他必須要跟你合作 可是他知道如果按照你的方向這樣走的話 第一個這個案子也許沒有辦法完成 第二個 那你們所要花的時間 要花的金錢 會比其他的方式要來得更多 那所以他想嘗試的跟你去溝通 但是你就是從頭到尾你就只堅持自己的一個決定 你就說只有A沒有其他的選項 如果你要跟我談其他的選項 你就不要跟我合作 類似像這樣子你就變得就是沒有任何商量的一個余地 那這樣子就容易會造成就是原本很好的一個合作的關係 那可能就破裂了 那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比方說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也許另外一半你們在討論這個 也許比方說孩子 孩子的一個教育 其實現在教育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 那對於現在的孩子而言 就是有的時候我會認為不見得是說學校的成績 它是唯一 當然學校成績很重要 可是有的時候孩子他本身一個興趣 或是說他真的對於某項才藝 他很有興趣 可是對於屬牛的同學的話 也許就是你會覺得就是你就是堅持 你就是覺得孩子現在就應該要怎麼做 對於另外一半給你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議 或者是說另外一半也許確實他了解孩子現在 他的一個心情 那可是你完全聽不下去 那不僅親子關係破壞掉了 那原本的這個夫妻關係 也會因為這樣子而有破裂了 好那這樣子應該要怎麼辦 所以建議屬牛的同學明年 就是只要再進行溝通 跟人溝通的時候 不要過度的這個鑽牛腳尖 不要一直抓著一個小小的一個點 然後就這樣子不放 那除此之外也會建議 就是我們在佩戴的物品上面 比方說也是一樣 我再次講手機桌面 那手機桌面 你可以改成老鼠的圖案 那如果你是女性的同學 那你不喜歡老鼠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Mickey 就是米老鼠的這個圖案 那除此之外 那就是也是一樣 建議好好加強中工 房子裡面的中工 房子裡面的中工 那如果說有空間可以擺放物品的話 你可以適當適量的擺放一些紅色或紫色的裝飾品 或者是盆栽 或者是花卉這些都OK 但如果說中工你是主要的這個動線 真的沒有地方可以擺東西的話 我也會建議你比方說像這個地面上面 你可以放一片紅色系或紫色系的地墊 這個地墊它不會影響你的動線 但是它對於2024年我們講說中工這個 是非為的這個氣場 它多多少少有一些宣洩的功能 第三個生肖 第三個生肖 這就是屬老虎的生肖 那這個屬老虎的生肖 其實屬老虎的同學 明年我覺得在事業的表現上面還不錯 因為老虎明年它是動性很強 動性很強的概念是 也許你的在工作上面你需要頻繁的跑來跑去 你不管出差啦出國啦 或者是說你可能因為業務的工作 你要更頻繁的去拜訪客戶啦 那甚至是說呢 也許你明年會有比較明顯 在工作上面有異動的情況 異動可能就是你可能換工作了 換部門了換公司了之類的 這些經常都滿明顯的 那為什麼這些會影響所謂的人際關係呢 其實這個人際關係比較會針對 跟自己很親密的 也許是你的男女朋友 也許是你的家人 也許是你的孩子 或者也許是你的父母 因為你會比較少陪伴在他們身旁呢 那陪伴在他們身旁呢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家人對你的一些 我們講說反應吧 或者是說抱怨吧 就出現的機率 就頻率就會比較高 那所以這個就看啦 看屬老虎的這個同學 你自己本身溝通的 溝通的技巧怎麼樣 如果說呢你能夠把你的一個想法 或者是說呢 把一個所謂的輕重環境跟家人分析好 比方說在你就給我一年的時間 好好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工作的機會很好 那我評估下來 也許只需要十個月的時間 會有這種比較沒有辦法 好好陪你們的一個狀況 你讓我安心把工作處理完 那等這個任務告一段落之後 那我就可以好好陪你們 類似這樣子 你自己心平氣和的 比較緩和 比較柔軟的一個方式溝通 就能夠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爭執啊 那還有再來就是說 工作忙歸忙 也建議屬老虎的同學 你在閒暇之語 多多主動關心你的家人 這個家人不限於父母 不限於孩子 不限於你的另外一半 主動關心跟這個被動 被動的告知就是說 你為什麼都不關心我們 這兩者是有很大的一個差別的 好,那要怎麼樣去避免說 我剛剛講就是 自己原生家庭 或者是說你現在 你和另外一半這個家庭的關係 會不好呢? 那也是建議囉 你可以在手機桌面 你改成屬豬的圖案 那這個豬不一定要什麼很傳統的豬 你說什麼像如果你喜歡山豬 或者是你喜歡的宮崎駿的什麼紅豬 或者是任何那種看起來這個金豬 很有喜氣的金豬 都OK 那最後還是一樣 就回歸到我們這個中宮 屬老虎的 你在防止著中宮 你可以適當適量用一些紅色 或紫色的這個裝飾品 這下一個生肖就是屬龍的生肖 要留意一下 因為龍明年是做太歲 再次強調同學們 不要再把做太歲這件事情 看得好像一定是不好 我覺得這個觀念是很不健康的 不可否認 這個做到太歲的時候 你的講話會變得比較直 然後你的行動力會變得比較高 你也很容易會因為情緒 而去做出一些比較衝動的決定 這個絕對沒有錯 可是呢 在上一次的直播 我有提醒大家 我有這麼好的一個 我有這麼強烈的一個動性 如果我能夠把它用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說呢 我能夠透過大量運動的一種方式 去把它宣洩掉 那做太歲就做太歲嘛 所以你要注意啊 你說話的態度 還有這個所謂的人情世故 做人處事的這個方法 不要就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凡事啊 有句話叫做 一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對於屬龍的同學的話 等一下還會講到屬狗的同學 屬龍的同學和屬狗的同學 你們就建議你們 明年你有很強的動性 你很想要做很多事情 那或者是說你就是積極度很強 我覺得這些聽起來都是好事 只是在處理人的事情的時候 你不要這麼的 就是說心知口快的霹裡啪啦 那特別是因為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明年你的情緒很容易 就被旁邊的人事物給勾擊起來 給帶起來 所以你在處理人的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不要被情緒給帶著走 好 那再對於屬龍的這個同學的話呢 剛剛講這些就從自身做起啦 你要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講話啊 做人處事跟人有關的啊 盡量穩妥一點 盡量緩慢一點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機桌面 改成機的圖案 那這個機就不一定說是什麼中國傳統的大公機 你說像孔雀可不可以 孔雀也OK啊 那或者如果說你喜歡可愛版的機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也是提醒囉 提醒提醒提醒 可以在正西方 下一個生肖是屬什麼 屬馬啦 那屬馬的這個同學的話 哎呀 我們在上一次直播說 容易會留不住錢 有屬馬 對不對 哈哈哈哈 但人際關係容易有問題喔 也是 也是這個屬馬的 好 那屬馬也留意一下啦 因為容易禍從口出啦 那這個禍從口出這個概念是什麼 比方去承諾一些超出你能力範圍的事情 比方說呢 你的客戶會說呢 你這個公司的產品太貴了啦 太貴了啦 你再降個兩塊錢 我就給你下多少的單 那可是呢 很多時候呢 價格的這個底線 是公司已經訂好的一個標準 你不能夠就是你沒有經過長官的這個同意 你是不能夠隨便承諾客戶來降價的 可是呢 屬馬的同學 你明年很容易會因為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我只要先承諾你 先承諾你就是說 好我給你下兩塊錢 我先把訂單拿下來 我先拿了下來 我拿著訂單去跟我的這個長官 就是類似有點 你說辦威脅 或者是說你看 我訂他已經下訂單囉 現在只要公司退廊 把價格降到兩塊錢 這樣就OK啦 可是呢 往往你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公司就會跟你講 你訂單拿到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公司不承認 因為我們不可能降價格 那好啦你完了 你這樣子夾在兩邊 你這樣子兩邊不是人 對不對 你把公司給得罪了 然後呢 你把客戶也得罪了 你自己在那邊起湖南下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建議 屬馬的同學 但明年你再做出一些 promise 你再做出一些承諾的時候 不要心直口快 那然後再來就是說 明年也許你很容易 會看到一些事情 你會發自內心 你會去做一些自己 心裡面的一些評斷 比方說也許你看到公司 或者是說家裡面某一個親戚 他講的某一句話 那這句話呢 在你理解起來 它可能是某一個含義 你很快的噼哩啪啦 對他講的這句話 你做出了一系列的這個評斷 那這個評斷當然 大部分都是不好的評斷 可是呢 萬一對方他實際上 他要表達的是另外一層含義 而且這個含義它是好的 那你這不是又得罪人了吧 所以會建議啊 明年就是屬馬的同學呢 就是說我們盡量多說好話 叫做善言要多說 善就是友善的善 善言多說 然後呢惡言 惡言就是屬於比較 有點類似像批評啦 或者說可能比較不好的內容啦 要怎麼樣 要小心說 叫你不說這個很難過啦 對於屬馬的同學很難過啦 那我只能就是比較客觀的去建議 你真的要去做一些很嚴謹的一個評價的時候 或是說可能一些比較負面評價的時候 你一定要小心說 或者你能夠不說那是最好 你提醒自己講話的時候 不要過度心直口快 然後呢建議呢 你可以把手機的桌面改成羊的圖案 然後呢在這個也是一樣 中共適當適量的放一些紅色或紫色的 這個裝飾品又或者是風水物 乃至是地墊這些都OK 那最後就是屬狗的同學囉 因為屬狗的同學明年就是 碎破 那碎破的話也是一樣 其實狀態跟屬龍是很像的 就是做事啊說話啊就會比較心直口快 然後甚至在講話的內容會比較容易激進一點 會比較容易激進一點 那有的時候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也許你是對事不對人 但旁邊人的理解是你在對人不對事 那對於你可能有一些比較負面的評價那就算了 那車裡貨腿那你就會覺得 好像明年喔 2024年好像很難過咧 好那對於屬狗的同學應該怎麼辦呢 我還是建議大家又從自身做起啦 任何的我們發生不好的事情 再次強調一定要先從自身先檢討 不要一開始你就去抱怨 抱怨別人啦 抱怨老天不公平啦 抱怨大環境不好啦 其實大環境對於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有很多屬狗的人那麼多 那為什麼每個屬狗的狀態都不見得相同 因為每個人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心態不一樣 他的心念不一樣 轉念就能夠轉運 可以在手機桌面 你把它改成兔的這圖案 那這個兔不限定是要傳統的兔 一般可愛版的兔這樣也可以 那屬狗的同學就是 中共也是要稍微加強一下 以上六個生肖我把它歸類為四點 再次強調這六個生肖我再講一下 牛、鼠、老鼠、牛、虎、龍、馬、狗 首先呢這個自己要自己要去多注意 第二個呢就是把手機桌面改成暗貴人的生肖 剛剛有講了喔 然後第三個呢要好好加強中工 這加強中工就是建議你可以適當適量的 放一些紅色或者是紫色的 不管是裝飾品啦、小盆栽啦 或者是地墊啦這些都OK 第四個 第四個是如果你的家裡面的東北方 或者是西南方是空閒的話 是有位置的 你可以嘗試在東北方放牛的生肖 在西南方放牛的生肖 那又或者是說呢你放的牛放的羊呢 你想要再加強它的能量 你要放這個生肖獄手這也是OK的啊